要製作Style 要製作 要製作一條尖 我幫你 要製作鬆一點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火 歡迎回來我們的漁人推介頻道 相信很多人都試過叫盆菜回家吃 但有沒有想過盆菜可以自己製作呢 這次我會和一群逆境廚師的朋友一起教大家製作盆菜 先由四個講解一下盆菜如何製作 首先我們會在盆底鋪一些白蘿蝦 我們放完白蘿蝦之後 就組裝不同的菜式在上面 即是蘿蔔底、燒菜底 然後每個人的菜式都放在上面 沒錯 這次我的任務是負責做鮑魚、鵝掌和煉牛 剛剛買了一部慢煮機 當然是用一部慢煮機來玩玩 第一步先把鮑魚放在熱水中浸十秒 然後我們用鐵匙羹慢慢撬出來 鮑魚後面的內臟我們就不要了 有觸鬚的地方就是它的頭部 它下面貼著腸 我們都撕掉它不要 之後我們放一點生粉和鹽 然後用手慢慢捉乾淨 如果想再乾淨一點可以用牙刷慢慢刷 但是千萬不要刷太大 這樣會不會很難的 今次我買的鵝掌是預先炸過的 我們就飛一飛水 目的就是清潔一下鵝掌 和去除雪氣味 之後我們要幫鵝掌收一下 準備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燜鵝掌了 我們加一點油 先把薑和蒜頭爆香 然後放入蓮藕片 之後就可以放些鵝掌 我們加入1.5公升的清雞湯 調味方面我們會用2湯匙的生抽 2湯匙的老抽 2湯匙的蠔油 大約10克的冰糖 用大火燜些蓮藕和鵝掌30分鐘 我們用慢煮機 調味80度的溫度 先準備一個密實袋 然後把鮑魚放進去 然後我們把剛才燜了半小時的 鵝掌和蓮藕 放進袋裡 然後把剛才燜了 鵝掌的湯汁也倒進去 把密實袋炸好 然後我們就慢煮2小時 很快我們的豪汁慢煮鵝掌鮑魚就做好了 是時候出發會合我們的隊員 製作我們的賀年盆菜宴 好快 我們先去吃 看 看 很快 剛才很快 很快 我們每個隊員準備的菜式 很棒 如果想看每個菜式怎樣做 可以留意我們影片說明欄 當他們剪好影片, 我就會把連結放上去 這個很重要的, 你看看 有三角色 看不太好的話 看吧 我們可以放一邊 可以放一邊 其實我們可以放一點 放一點 看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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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拿出來 應該是新的 吃的時候就不太好 其實我們做的不太久 但每個人都只顧照片 又做了兩三個小時 因為有些湯在底下 可以放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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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的醬汁 這是你的醬汁來的 你的醬汁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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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醬汁來的 什麼我的醬汁 你什麼時候有醬汁來的 這麼大拋 我哪有這麼多精華 原來自己做盆菜是這麼好玩的 這次真是謝謝四哥教我們 怎樣做這個盆菜 他還幫我們做這張盆菜Poster 真是有心 今集就講到這裡 下次我們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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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歌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